这个视频我来讲讲如何用函数的观点去解不等式 看个例子先 如图一次函数y等于ax加b和反比例函数y等于x分之k的图像交于ab两点 让求不等式ax加b大于x分之k的解极 估计你的第一反应是没法求 因为不等式里abk都不知道是极 其实abk是极你根本不用管 直接用图就可以看出答案 为了方便我把一次函数记为y1 把反比例函数记为y2 那y1的图像就是这条直线 y2的图像就是双曲线 不等式是ax加b大于x分之k 其实就是y1大于y2 那x取多少时y1能大于y2呢 看图当x等于1时函数图像交于b点 这意味着此时的y1和y2恰好相等 那如果再让x往左来一点 那直线就会低于双曲线 此时的y1显然是小于y2的 不符合要求 那让x往右来一点呢 这就欧了 此时直线更高 双曲线更低 y1肯定大于y2 看来当x大于1时不等式成立 那是只有当x大于1时不等式才成立吗 其实不然 你看左下角的交点a 此时x等于-3 相应的y1和y2也恰好相等 如果把x往右来一点 直线也会比双曲线来得高 y1也同样大于y2 不等式也是成立的 那x能一直往右移吗 显然不能 当x不断右移到达0的位置时 反比例函数x分之k就没有意义了 所以x必须小于0才行 也就是相应的x必须大于-3 小于0 这样咱就能把让不等式成立的x都找出来了 它既可以大于1 也可以大于-3小于0 不能看出在这两个范围内 直线都比双曲线来得高 所以从几何意义上讲 y1大于y2 就是直线高于双曲线 而求解刚才这个不等式 就是要找出直线高于双曲线部分 所对应的x的范围 以后解这种跟函数有关的不等式时 你只要把不等式左边看成一个函数 右边也看成一个函数 然后把俩函数的大小问题 转化成函数图像的高低问题 接着就能确定x的曲直范围了 好了 速速刷题去吧